学好新时代强军思想 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干好新时代强军事业 军旅文化大事业系列节目 强军故事会重磅推出 第四季新时代军力 十二个专长 五十余名讲述者将陆续出场 激情开讲 用军力致敬新时代 学好新时代强军思想 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干好新时代强军事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延军 欢迎大家收看军旅文化大事业 大型系列节目 强军故事会新时代强军事业 首先请你允许我向来介绍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 他们是楚之博老师 大家好 周伟老师 张自颖老师 我们也欢迎所有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 人民军队已经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军队全面重塑 浴火重生 在强军星军征程中 迈出新的步伐 这其中练兵被战的先锋 能打胜仗的标杆 成为一道风景 他们被广大军事迷称为兵王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几位战友 来到现场 讲述五个练兵先锋的故事 让我们掌声 欢迎战友们上场 我们看到五位战友的军礼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新时代中国军人 英姿萨爽的军礼 那么我们依次来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中部战区陆军母合成旅 丁茶营副营长胡国领 大家好 我是东部战区海军夏文健的操作班长 欧卫明 大家好 我是北部战区空军 韩空兵牟旅 探商技师洞树军 大家好 我是火箭军牟旅 导弹发射先锋银 一班班长 何先达 大家好 我是联军保障部队某输油管线团战士 向浩轩 现在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们 我们一起来听听你们的故事 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述的故事是 为了祖国荣誉 血拼到底 入十五年来 从征战斯洛伐克国际特洛民竞赛 到进发中印尼反恐联合训练 从搏击澳大利亚陆军轻武器设计大赛 到亮剑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 先后与四十多个国家顶尖特种兵激烈交锋 我一路拼杀 热血追梦 用一次次冲锋 抵立了能打圣上的过硬本领 用一枚枚金牌 捍卫了国家军队的尊严荣誉 我从小就梦想当一名侦察英雄 2004年 我如愿穿上了军装 刚到部队时 由于体型偏瘦 力量偏弱 第一次训练考核 就垫了底 有不少战友认为 我不是侦察兵 这盆力 但我偏不信这个邪 我玩命的训练 无论再苦再累 心一伤叠加旧伤 总逼着自己 再练一会儿 再训一次 直到每个动作 都练到极致 记得有一次 侦察兵比武集训 要求负重20公斤 进行24小时70公里的 丛林集行军 期间还要穿插 完成20多项极限客户 途中没有路 我们就用刀砍 用手扒 没有吃的 我们就摘野果 吃野菜 武装求度时 夜窝磨烂了皮 伤口侵在冰冷的水里 就像针刺一样疼 但我咬紧牙关 硬是撑了下来 正凭着这股 不服输 不懈怠的劲度 克服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 练就了散将 激将 越仗越野 等26项特战技能 2013年 全军特种部队 比武竞赛 在40公里 定向越野比赛中 要求每名队员 负重50斤 携的两支战斗武器 比武途中 正赶上了瓢泼大雨 大家被淋成了落汤鸡 浑身湿透的衣服 粘在身上 磨得非常难受 跑到20公里时 膝盖疼 腿抽筋 接连袭来 我强忍剧痛 继续向前冲锋 跑到30公里时 我的鼻血突然噴出 手捂着鼻子 但鲜血从指缝中 呼呼直冒 当时随队的裁判 要求我 上救护车直血 我断然拒绝了 因为作为军人 就是倒 现在倒在终点上 在最后的五公里 我眼看 大家都快虚脱了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作为领跑员的我 一把抢过队员的枪 一边向大家吼道 兄弟们 为了这个科目 我们已经练了 两千多公里了 找这个速度下去 肯定取不到名次 听了 大家山然泪下 剩下这段路 边跑边喊 边喊边哭 当时的场面 让我终身难忘 这泪水 是难而不屈的泪水 是军人血性的泪水 更是追求圣战的泪水 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讲得激动 我听得也激动 就是15年一直都是一种激扬向上的这样一种状态 非常珍贵 也非常难得 就这小伙子出去 你说几个人能凑到前面去 侦察兵绝对都得应该是这样的 你参加了这么多国际比赛也好 国内比赛也好 肯定有你最难忘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第十三季安勒鲁波伊德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时 有一个项目 是直升机350米侧门超低空跳伞 在国内也从来没有训过 对空时间只有六至七秒 伞距也特别容易被直升机的尾翼击中 第一天失跳就有十次名队伍摔伤 当时救护车都不够用 当我站到直升机侧门的时候 说实话 双腿也在忍不住地发抖 你当时害怕我还 要说一点不怕 那是假的 但我想训练当中如果不玩命 打仗时那就会丢命 在那次比赛过程中 就是凭着我们那种不怕苦 敢拼命的劲头 夺得了十三个竞赛科目中的八个第一 并打破了六个单项纪录 太棒了 真是好样 这就是我们的兵盲 刚才有一句话其实上挺打动过的 就是赛场如战场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 在相对和平的这个年代 各国各军在一起切磋武艺 它不懂同于我们平时的 这个其他的体育竞技 这种比赛实际上就是打仗 所以说我们中国军人 中国军人的这样的一种非凡的实力 赢得了国际友军的这样一个尊重 传递一个什么信号 传递信号就是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 中国的兵一个是一个 所以这一点听完以后特别特别的有豪气 也特别特别的骄傲 真的为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兵王 有这样鹦鹉铁血风采的士兵而感到自豪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大家 好 我相信今天这一场故事会 一定会点燃各位观众的激情 有请第二位讲述者上场 大家好 我的专业是操舵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个专业 这么说吧 如果把一艘军舰比作一辆车的话 舵就是方向盘 操舵就是把方向盘 我们操舵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大洋舵手 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我的故事要从一次事故说起 当然这里说的事故 并不是真正遗伤的事故 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作 真正的事故来汲取教训 2014年在东海某海域 举行的一次重大演习任务中 一个作战编队 使起艘军舰 按照编队指挥营的命令 保持一种防卫队形 像玉顶海区航舵的过程中 我突然感觉我的舵 也得把不住了 就像开车遇到了较大的横峰 把不住方向盘一样 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跑舵 就是舵跑偏失控 我心头一紧 如果不及时处置 轻则影响任务执行 重则可能导致 静静碰撞事故 一想到这儿 我脑门子的汗珠都出来了 定下神来之后 凭借多年的排骨经验 我初步判定是 跺脚返回张志出了问题 立即向指挥员报告情况 并同步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 副班长来接替我操作 我快速跑到可能故障的部位 去检查排骨 确认跺脚返回张志的主轴断了 迅速拆故障卷换背皮 排除了故障 我纠着的心才平静下了 事后想想都后怕 差点因为我执掌的装备 出现故障 而影响重大任务的执行 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事故 通过这件事 我深刻地认识到 小战位连着大战术 一艘军舰 是一个独立的组长单元 要实现组长目标 需要上百个战位的密切协同 任何一个部位的差错 掉链子 都会对整个战术目的实现 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们常说同舟共计 我觉得军舰上的光兵 才是真正印象的同舟共计 而且还要加一句 同生共死 刚才提到的故障处理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如果没有过瘾的专业素质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关顾站的分析定位 就要花很长时间 接下来讲一讲我个人 一步步地成长历程吧 我入伍前只有粗装文化 到近年之后 发现学习专业非常的吃力 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因为海军是科技型的军种 没有专业基础 专业能力的支撑 是干不了海军 怎么办呢 有短板就要补 我尽信可以在赛跑的路上 追回来 我坚持每天加班 学习两小时 从电工基础 电路基础学习 到执掌装备的构成 原理 再到电路图 产件故障的排除等等 记得有一年 我足脚果折住院 我让班员把学习资料 带到医院里 仍旧每天坚持在病床上 学习专业知识 正是凭借着骨子韧劲 我才有了后来连续五年 共计八次 在支队专业比武中 取得操作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 我参加海军的比武 荣获操作专业第一名 单年荣立二个公益次 我觉得只要有目标 肯努力 能坚持 就一定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网上评论 中国军舰下水 像下饺子一样 这是用来形容我们海军 新型军舰猎装 又快又多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海军 跨越是大发展 一个非常形象的概括 去年我有幸 随我回的厦门舰 参加了南海海域 海上阅兵 进场迎听了 习主席的讲话 习主席 把人民海军 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海军的伟大号召 让我倍感振奋 这是我们 全体海军战士们的 大梦想 作为海军的普通一兵 我要把我的本职岗位 干好 把舵操稳成为 进行战斗力构同链销中 最泛心的一环 为大梦想 助力 小五班长 有梦想更有血性 而且为了梦想 还有作为 真的你说得很对 小战位连着大战术 要打胜仗 首先我们得把 我们的素质练好 把岗位的本领练好 我一直对 这个海军新生向往 我觉得你们的服装 你们的职业 让我觉得真是 充满了幻想 很浪漫 谢谢老师 我三十年军龄了 我演了很多军人的形象 包括海军 从战士到将军 我都演过 海军应该说是 多兵种的部队 也可以说是立体的部队 咱抛开别的不说 就说水面舰艇 水面舰艇一旦出海之后 对于它来讲 一切都是位置数 你比如说 暗礁 风浪 恶劣的天气 包括敌情 那随时都可以来的 这个靠什么 过硬的技术 抑制过硬 装备过硬 这样我们腰杆 才能更硬 谢谢你 谢谢你的讲述 谢谢老师 小欧班长 我们刚才听到了 你这个战斗生活 那我们在健庆上 在工作之余 还有什么样的业余生活 也跟我们普及普及 比如说长时间出海的话 训练的强度很大 对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这个情绪影响都很大的 就是我们舰上有一套 心理健康自主测试的系统 这个是自主研发的吗 这是我们就是跟共建单位 共同研发的一个 还有一些我们独具海经 特色的一些活动 你比如说甲板的运动会 甲板的影院 比如说打神节比赛 这个举炮弹比赛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根据任务情况 选择这个训练的间隙组织 真好 刚才听完你这个以后 我真的想到舰艇上 去生活一段时间 我这个年龄是从小听着 那个军港之夜长大 海军头枕着波涛 就是那个浪漫的那样的 一种环境 一直是向往 但是我也听说过 我们海军的这些同行们 每当深入基层 卫兵服务的时候 实际上在大海上 那个气温 那个冤船等等等等 都是很痛苦 就是这样奸详的海军战士 在这样的甲板上 坚定信念 一路向前 今天在场的 这些穿军装的人 我觉得挺巧的 海军 空军 火箭军 就是今天我们军队 强军思想的指引一下 这个军队的改革 就是这样的高科技的兵种 它的职能 担负的责任是越来越重大 我们在试想 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 中华民族的屈辱史 我们外墙的入侵 往往都是从海上防线 攻破了我们的大门 所以是我们这个海上防线 如果是坚如磐石的话 铜墙铁壁的话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军队的 一个强大的象征 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 一个象征 所以说你们越坚实 其实国家越安稳 老百姓越放心 谢谢你 我亲爱的战友 谢谢老师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演习现场命悬一线 一名士官手握钢索 脚踩管线 像悬挂在峡谷上的漏油点 艰难移动 下面则是几十米的深渊 一阵狂风吹过 管线在晃动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救灾现场胆战行进 山火连烧七天 火线长达三公里 烟雾笼罩着整个山区 第一个冲进这熊熊烈火的 还是这名士官 这名士官是谁 为何如此胆大 他就是我的班长 吴有 说起吴有 在我们部队 那可是鼎鼎大名的兵王 他的荣誉挂满了枪 什么管线通 兵专家 维修大拿 光听战友们给他起的这些绰号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他自创的精细拆装法 把蹦击抢修时间 从一天缩短为两小时 大大提升了战斗力 维修车辆冷却管路 连聘请的专业修理人员都不干了 他主动请鹰 啃下了这块硬龙头 那专业的修理师傅 就一个字 服 我们是管线兵 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战场 进行输油保障 仗打到哪 我们的管线就得扑倒 刻不容缓 耽误一秒钟 都可能失掉整个局 而且还不管你是什么地域环境 钻寒洞苍兵河川峡谷月高山 标准只有一个 畅道 2015年扬八截 全军管线部队首次赴藏 全面实战化影迅 大家知道 藏区是山高坡斗 高原缺氧 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别说干活 就连空手走路 你走一会儿都得歇一会儿 何况我们还要架设管线 那一根足足一百六十多斤呢 你得扛着它翻山 你得扛着它下河 那河水就是山上的雪水 冷的那叫藤 记得是演习开始前的最后一天 一条雪水河横在了我们的面前 河边的风吹得人脸颊生疼 看着湍急的河水 大家不禁有些犹豫 班长一下就看出了大家的紧张 只听扑通一声 班长纵神一跃 便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还是那句令大家熟悉的我来 我和战友们见状 赶紧纷纷跟上 无其有其 但是不一会儿腿就没了知觉 这是我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他 班长知道这是到了极限 腿会冻坏的 他指挥着大家进行轮换 战友们换了一波又一波 可班长却始终没有上完 当最后一根管线连通时 看着班长摇摇欲坠的身影 大家仿佛明白了什么 赶紧把快要失去知觉的班长 给抬上岸 卫生员用大衣紧紧地裹住班长说 班长 你这是不要命了 再挽上了一会儿 腿就完了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 那边又出状况 手蹦站输油蹦突然趴窝不转 整条线路都陷入了瘫痪 班长听到消息之后 顾不得还未完全恢复的身体 一把甩开大衣便起身赶赴现场 开始对蹦击管路和零部件 逐项认真排查 最终得出是精密部件 机械蜜蜂出现了问题 这可如何是好啊 出场说明书明文禁止私自拆装机械密封 可演习迫在眉睫 返场维修已不现实 蹦极转不动 有了攻不上 对于我们来说 那就是班长 那就是耻辱 是管线兵的耻辱 班长立刻就站了出来 还是那句话 我来 班长带着两名战士趴在那 翻看说明书 仔细研究 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边研究边行动 每拆一个配件 先拍照存体 眼看拆得差不多了 可精密部件的壳体 却怎么也拆不下来 原来轴承上的卡簧是掐死的 合体拆卸需要使用到专业的工具 忙活了大半天又陷入将军 战火无情 班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向很会讲故事 故事讲得真好听 听得津津有味的 吴勇班长今天来了吗 班长因为现在正在参加一项重大任务 所以今天并没有来到现场 由我向大家讲述班长的 无往不胜 勇往直前的故事 从你这个讲述当中我能看出来 你对你们班长特别崇拜 你将来能不能成为他这样的兵 我正在向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 所以今天你的讲述让我们眼前豁然开朗 很轻松 很帅气 又很有刚毅的这么一个小伙子形象 在李班长的故事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伙子 他自己的那样的一种精神面貌 就可想而知 我们这些战友们 他们都是什么样子 谢谢老师 好 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大家好 我是一名空军机武兵 准确地说是一名战斗机太商技师 有人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 而我就是这颗心脏的保健医生 通过运用各种仪器设备 检查出飞机上我们用右眼看不到的缺陷和故障 入28年 我为金万家战鹰把脉问诊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疏漏 要想做好这个保健医生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每一个对故障问题的判断 都关系到战友和飞机的安全 既不能放过任何疑点 让飞机带着安全眼会上天 也不能误诊 影响到正常的飞行训练 记得有一次 我对飞机发动机进行碳伤时 超声波碳伤以 发现一个叶片的波形有微小的差异 这种现象不正常 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 我初步判定 这种波形是由于叶片内部隐形缺陷造成的 我又换用其他方法 进行综合碳伤分析 依然不能确定 这时 驻部队的厂方专家闻讯赶来 检测后判定正常 并给出了可以参加飞行的结论 但我心中的疑点没有打消 所以就坚持没有在放飞单上签字 缺少了我的签字 这架飞机就不能参训 后续一系列训练任务都会受到影响 当时事情闹得不小 要知道飞行训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无特殊原因 不能随意更改 很多人也都来劝我说 别这么讲 专家已经给了明确的结论 即便发生了问题 责任也是由他们来承担 而我当时的想法却很简单 关系到战友和飞机的任何问题 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绝不能让飞机带着疑点上天 后来上级部门还是决定将 发动机返场检修 又将叶片送到空军装备研究院 做进一步鉴定 鉴定结论为 叶片因长期使用 内部确实存在细小力 如不及时听飞 随时都可能导致叶片折断 后果不堪设想 消息传来 大家都夸赞我坚持是对的 现在想来 心里也是振振后怕 担心自己判断错误 这件事可就变成了一个大笑话 也许在部队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坚持原则是对的 但绝不能盲目坚持 业务精湛 说话才有底气 自那以后 我更加注重业务学习 不仅学历上连续升级 还先后拿到了超升 涡流 磁粉 渗透 四种碳伤方法的 国家级专业资格证书 针对飞机发动机叶片 探索总结出 先涡流 后渗透 再超升的三部定位法 大大的提高了 碳伤的准确率 二十八年的军旅岁月 汗水和油质成了我脸上特殊的迷彩 发动机的轰鸣 成了我耳边的交响乐齿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也早已习惯了与战友们一起 为战英腾飞而忙碌的每分每秒 在我心里 不图金山银山 只求战友平安 自己心安 每当战机离地前 飞行员对我竖起大拇指的那一瞬间 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愿意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直为战英当好安全的守护者 谢谢大家 我这一个月第二次见到豆老B 上一次是空军搞了一个 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的颁奖 是的 这个豆老B是一等奖的获得者 而且他是第二次获奖了 我们当时坐在台下 非常激动地为他鼓掌 是的 老师 作为一个积务工作者 他们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要看护的是 价值上亿元的飞机 也就是说他们手上托举的是 飞行员的生命 也就是托举战争的胜利 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飞机的碳伤 像大海劳针一样 但是我们的豆老B 却能一劳一个准 我想他成功的奥秘就在于 他有一种特别扎实的工作作风 才能断就他这样一种 工匠的精神 你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是吧 是的 然后现在成了一个专家 你是不是有人能影响过你 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 她做过五次大的手术 其中一次都没跟我说过 后来我姑妈跟我说的 我母亲为了省些钱 把这个医生请到农舍里 做的手术 而且为了省点钱呢 少用麻药剂量 当时我母亲也昏迷过去了 还好啊 这个很幸运 她闯过了鬼门关 当时有一种 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我背着战友呢 自己在外边哭 那个时候呢 执行中大任务 确实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离不开我这个岗位 只有把对母亲的这种孝心呢 化成一种工作的动力 干好自己的本职岗位工作 我们所有天下军妈们呢 都值得尊敬 有她们的背后支持 我们才能在 为国防事业呢 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此呢 我谢谢所有的军妈 孩子现在在做什么 我孩子呢 今天18了 马上要参加高考 我希望她呢 将来考军校 成一位解放军战士 如果想当兵的话 想当什么兵啊 想当空军 要当空军 因为呢 我有幸成为空军大家庭的一员 为战英服务 感觉这个职业特别崇高 值得尊敬 而且呢 我希望我的一身空军兰 在我们家得到延续 好 哎呀 你真棒 真棒 董班长 谢谢你 也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让我们的下一代 继续在空军服役 继续让这一抹 非常亮丽的空军兰 在蓝天上翱翔 谢谢你 董班长 谢谢老师 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述者 大家好 我要讲的故事是 《使命纵游山 心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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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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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大家都听得到远方的召唤 要我说 军云 这个坐在这里真的是很提气 各录音节 这些纷纷纷亮相 我们这里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担当 担当 再担当 实干 实干 再实干 落实 落实 再落实 所以我们呢 既要仰望星空 更要脚踏实地 特别是在战场上面 打仗那就是硬碰硬 那么我们训练就得实打实 绝不能有半点花架子 假把势 所以说我们要实现强军目标 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那么就必须远处左眼 持足当头 真好 说得好 真好 我呢有一个疑问 因为你今天讲的这里头 一个就是你的成长过程 另一个就是船帮呆 你跟大家讲一讲 你是怎么带领着你的战友们 进步前行 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 他总是有限的 其实人才的方正 才是未来战场上面 克敌自胜的一个法宝 我当兵第三年的时候 就当上了班长 现在已经当班长 当了十九年了 在这些年里面呢 我带的兵里面 有七人好上军校 有五人体干 还有八人 永利购人三等功 有十多人 成为我们单位的 专业技术骨干 还有二十多人 成为了班长骨干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交徒弟 那么就要把全部都交出去 绝对不能留一手 我最希望交出来的徒弟 能够强过我 能够清除于难 而胜于难 你看我们这个河班长 他从2008年开始 向上一机关建议 就是能够希望士官 老兵来任这个指挥长 这是一个多么有战略思维的一个提案 你看那三句话 三个远 这个远字啊 我觉得就代表了我们 战略导弹部队的战略目光 这个是思索的层面和和级别是不一样 刚才你又回答了张老师一个十字 居然没考住他 没考住你 而且回答的很妙 很棒 很准 这个十字代表的是我们执长大 我常见这个尖头丹的分量 这个重量 你不识怎么可能行啊 你想的再远都得从十开始 都得从脚下第一步做起 所以这一远一识啊 今天你这个故事应该是 满分 满分的 高级的 谢谢老师 我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兵王 能够为部队服务 能够为我们打赢未来战争服务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应该说是我们士官这个群体的 综合素质越高 我们强军星军的基础越老 应该说我们像这样的老兵士官 兵王的人才越多 我们打赢未来战争的把握越大 为你们喝菜 为你们加油 谢谢老师 今天这一场兵王的专场 请来了五位兼兵 五位兼兵来自不同的军兵种 来自不同的岗位 不光是练兵习武的标兵 还是攻克难关 掌握高科技技术的能手和巧手 还有是教头 所以这一点让我们信心百倍 我们似乎听到了我们浩浩荡荡的中国人解放军 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那坑枪有力的步伐 那就是向前 向前 再向前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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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谢谢你们 听完了五位讲述者的故事呢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和我一样 对我们的人民军队更加的崇敬 也更加的有信心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请出五位讲述者 好 现在请他们每人用一句此时此刻最想说的话来结束 第一个集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